第2081集 我也不是不帮你 许轩叹了一口气 他们许家和梁家的关系不错 看到梁绍峰有这样的遭遇 他也是有点于心不忍的 只是你刚才的态度 你真的是太让人生气了 就算是换了我 我也生气 你现在去道歉 完全就是火上浇油 所以过短时间吧 我想办法替你 找个机会向他道歉 我和他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 应该没问题 好 那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许少 大安大德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 梁绍峰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他现在是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 许轩如果不救他 那他就等着死吧 行了行了行了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情对你也算是一个警醒 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不要目中无人 明白了吗 我明白 我明白了 梁绍峰现在几乎就像是孙子一样 对方说的话他一点也不敢反驳 本来叶浩轩在这里 那是一点也不显眼的 但是经过这么一闹 他几乎成了整个宴会的焦点 本来之前对叶浩轩正眼都不瞧的人 这几乎一个个都点头哈腰的过来 想跟叶浩轩搞搞关系 混个眼熟 虽然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叶浩轩 也不知道叶浩轩是什么来头 但是能让爱尔兰家族的西蒙称一声主人的 感情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刚才梁绍峰的遭遇大家都看到眼里 谁也不敢轻视叶浩轩 许轩应付完了一群追着他打听叶浩轩的人 走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他苦笑了 今天的这个场合不应该叫你来的 没事 我习惯了 到哪都会遇到一群莫名其妙的憨憨的 而且我也不是那么好招着的 看出来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 梁绍峰已经被我赶出去了 你也不要生气 不知道 我知道 你们梁家和他们的关系不错 因为梁绍峰的爷爷 曾经是你爷爷的救命恩人 对吧 但是这些年 你们许家给了他们梁家的资源 也着实不少了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所以 人情还得差不多就算了 不要觉得是亏欠他们的 我知道 但是 今天的事情 他真的只是一个误会 有兴趣带领爱尔兰家族的所有的奢侈品吗 叶浩轩笑了 他就不相信 他抛出这么一个重磅炸弹 许轩还能拒绝不成 果然 叶浩轩的话音一落 许轩整个人的表情一致 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浩轩 他知道 这可是一块十分大的蛋糕啊 爱尔兰家族的奢侈品呢 可真的不是一般人消费的钱 而且大大小小的数十种奢侈品牌 如果让许家带领 这可是一大块肥肉啊 你 你说的是真的 许轩简直有点怀疑人生呢 他觉得叶浩轩是在跟他开玩笑 但是这个玩笑未免开得也太大了吧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你要是想 那就点头 以后你们许家来取代梁家 我 我可以吗 幸福真的是来得太突然了 这让许轩简直是 都有些不敢相信了 当然可以 我的管家回头就会联系你的 我也相信 你们许家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 从此以后 你们许家 就是我们爱尔兰 唯一的合作伙伴 这 我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许轩简直是欣喜若狂 这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他被这个馅饼给砸中 砸的是晕头转向的 好了 以后就是你的了 爱尔兰家族唯一的代理人 所以 不要什么事情总想着别人 你还他们梁家的情也够了 从梁绍峰的德行就能看出来 梁家的为人是怎么样的 如果不是你们许家这些年的资源 给他们梁家共享 以他们梁家的水平 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地位 叶浩轩拍了拍许轩的肩膀 行了 我待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意思 我就先回去了 过几天珍宝交易大会 我再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没有 好 好的 我找人开车送你 许轩激动地说 不用 我跟主人一起走就行了 好久没有见到主人了 现在 我有好多的问题要问他 西蒙上前一步 挽住了叶浩轩的手臂 叶浩轩的眉头一皱 西蒙的这个动作太过于亲密了 他不喜欢 他的表情一变 西蒙马上就察觉出来 他连忙松开了叶浩轩的手臂 小心翼翼地跟在叶浩轩的身后 你这次到华夏 到底是做什么的 据说这次珍宝交易会上 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其中也不发一些天才地板 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太难寻了 所以我来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适合我增强的东西 这个世界 你是强者 我们原先所在的世界 你是属于什么级别 半强者 无数个卫面中 我只有和这个卫面的身份重叠 所以我的意识 也只能穿到这个卫面 我在那个卫面中 得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就突破了 可惜 那些能让人变强的东西太少了 所以我就到这个卫面来 碰碰运气 那个世界现在怎么样了 挺乱的 我处理完了家族的事情之后 就去华夏找你了 可惜那个时候 你已经被流放到禁闭之地了 龙林得势 现在真的是不可一世 龙林 叶浩轩的双眼中杀鸡骤陷 他当然不会忘记龙林 他当然不会忘记 是谁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来的 但是 现在他没有办法 回到自己那个世界去 否则的话 龙林必须灭 龙奥的仇 以及自己的仇 他要一并报了 龙林 你就等着吧 而且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世界格局 出了点小小的变化 西蒙犹豫了一下 出了什么变化 一个自称是远古大能的家伙 蹦了出来 他应该是属于远古华夏的神 你也知道 很久以前 这个世界是被外人入侵过的 那一次 世界各地的强者联合了起来 但是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也太强了 所以华夏的强者 也就是大能们 联合布下了结界 把我们这个世界的未灭 与外界隔绝 也正是那个时候 世界上所有的强者 要么休眠 要么陨落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并不存在任何的神 大能 或者说 六星级以上的强者 那家伙是华夏的大能 叶浩轩对于这个问题 十分的吃惊 他以为 远古的大能们都已经陨落了 之前他在一个绝地 见过陨落大能的武器 也在东阳的火山 见过陨落的火神 他以为 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大能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大能冒了出来 这让他十分的意外 是 据说 他是一个叫风博的家伙 但是不是真的 已经无从考证了 因为没有人能验证他的真位 他太强大了 风博 叶浩轩的双眼中 闪过了一丝灵力 那就是自己的对头了 莫似风博是促使 应龙背锁的始作俑者 那他跟女拔一定是死对头 自己肯定得站到女拔这边 倒不是说女拔是正面人物 那是因为叶浩轩觉得 这种卑鄙的小人 肯定十分阴险 这个世界已经乱套了 他站在哪边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他已经掉进了一个大坑里面 不管他再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从这个大坑里面掏出来 既然一切都是注定的 那就顺其自然吧 但愿他没有错 是的 风博 他是从那个远古世界里面复活出来的 但现在的他并不是他真正的本体 现在他在龙林那里 西蒙点点头 这么说 风博复活的事情 跟龙林是有关系了 不错 龙林知道现在自己的实力太弱 所以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靠山依靠 可惜的是 不管他们找到谁 一旦我回到现实中 我就会报仇 他们之前所做的事情 会要他们十倍偿还 我相信主人 你完全有这个实力 你的实力 距今丹大道的境界 只有一点点的差距 只要你稍微有点突破 我相信 你一定能离开这里的 行了 你先行回去吧 叶浩轩感觉到太长中的七杀 和破军的躁动 这两个家伙 似乎是有什么话要说 好的主人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在这个世界 还算是有点身份的 如果是你解决不了 或者说是不好解决的事情 可以随时叫我 西蒙很实趣地说 他清楚叶浩轩 现在是有事情要处理 他是要自己离开 他离开了以后 眼前两道流光一闪 七杀和破军 出现在叶浩轩的眼前 你们有什么事 叶浩轩诧异地看着两个人 这两个家伙 现在已经是凝化人身了 也不像是以前 只能通过意识跟自己交流 叶浩轩相信 只要自己的实力 再稍微地向前一点 两人就可以完全地脱离太长 成为自由之身了 只是他们 还需要定时地去太长中滋养 除此之外 他们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刚才来的那个丫头 你是怎么认识的 七杀问道 他怎么可以无视未免法则 能让自己的意识 在两个未免之间自由交换 我以前在地球上认识的 本来他是有血族的体质 和我起了点冲突 后来我把他收服了 就这么简单 那除了血族的血统之外 他身上还有一半西方强者的血统 这完全就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 他既然能在两个未免之间 自由地切换 那他一定知道怎么回去吧 当然知道 他刚才说的 你们应该也听到了 就是金丹大盗的实力 只有达到了 我才能承受住未免风暴 金丹大盗的实力 很难吗 七杀撇了夜号悬疑 现在你的体内金丹已经成型了 再稍微地向前进一步 就是金丹大盗的实力了 我金丹成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真正地突破 如果能 我也不至于会被人阴 最后流落到这个世界 小家伙 你只是需要一个气机罢了 破君笑了笑 你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气还被毁 但是自身的真气 还是存在的 而且机缘巧合之下 凝成金丹 这真是机缘啊 虽然比起一步 一个脚印修炼起来的金丹 你的根基有些不稳 但是没关系 你有其他的光环加深 这就弥补了这其中的不足 你是指凤魂吗 凤魂的确是能为我自己加点分 但是现在我要如何找到突破口 这个 这就要看你自己了 既然你身上有这么多的机缘 那么突破金丹 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所以你不要着急 慢慢来 这次的珍宝大会 一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你要多注意一点 这些东西对你也好 对我们也好 都是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的 你们两个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地走动了吗 叶浩轩看着两人 怎么看两人怎么不像是即将行神俱灭的样子 他们跟正常人几乎是没有区别 还差一点 只要你的实力在稍微的再进一步 我们两个就能自由的走动了 只是美国一段时间就需要进入太常中滋养罢了 你达到金丹大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出面 替你解决一些小事了 那照你这么说 我得快点达到这个金丹大盗的经纪了 那时当然 小子 前面有人来了 是位高手 七杀看向了一个方向 什么人 那个段位的高手 不知道 反正是冲你来了 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吧 我们回头再聊 七杀和破军很有默契 他们两个身形一闪 迅速地消失在叶好轩的眼前 喂 你们两个倒是说清楚啊